要不要喊 撒 撒 不用喔 嘿喔 三 二 嘿 四 好 我要喊出來 我們先看第一個 血壓 請老師介紹一下 有一個叫做大雁弓拔是不是 開始啊 雙腳平步站 會不會比肩管快一點點就對了 好 第一是順呼吸 什麼叫順呼吸 就是順勢提手 然後順著深呼吸往上提 伸展開到最大的範圍 慢慢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最高以後手交叉 交叉以後手肘一鬆 膝蓋就鬆 髖關節就鬆 腰就鬆 對 下來吐氣 然後背就鬆 然後低頭別忘了頭要低 放鬆頸部來 二 吸氣往上帶高 慢慢的往上拉拉到最長 剛剛右手在前面 現在換左手在前面 平衡嘛 BALANCE 然後放鬆低頭吐氣蹲 來三個 老師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吸氣的時候往上 對不對 往上拉 要吸到肚子裡面去嗎 像人家講的舒適呼吸嗎 不用放鬆 正常呼吸就好了 吸飽以後吐走口腔 吐氣彎腰低頭 後看放鬆 來 第四趟來吸氣往上 慢慢的鼻吸往上 然後換個手 交叉吐氣往下 好 彎腰接著 做一個停頓 然後陰爪拉起來 大咽嘛 我們學咽的 飛起來 然後停在上面 四個以後停 四個以後就這樣 第四個動作要做這樣 對不對 對 第四個放鬆 接下來我們教大家一個叫做 十拳甩手操 我們教大家來降血湯 第一個呢 利用你的肌肉把它帶一些血湯 是 然後第一個是平甩 大家都會一伸一抓 後面要伸手 然後抓 然後但是呢 上去的時候 別忘了你下盤 有屁股 腰 腿 這麼多肉 你要點起來 然後上去 下來 吸氣 吐氣 前甩 後拉 吸 後面要拉 二 二 三 四 鼻吸 口呼 別忘記 三 二 前後盪甩 後面要拉一下 拉肌肉 吸 要用力的甩到後面出去就對了 對 腳尖點高 反正往前就是吸氣 往後就是吐氣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往上 全身抽長很簡單 高甩 一開始是平的 現在是高的 先從平的 然後再到高的 但是手都是往後拼命的伸 那為什麼要踮腳 因為我們主要 是長高嗎 它的代謝 不是 糖 葡萄糖的代謝是 走骨骼肌嘛 所以你下半身 一定不要浪費了 因為我們的臀圍 腿是最大肌肉的地方 所以你一定要拉到 好 放鬆 五 六 七 好 第三是 蹲甩 一平 蹲甩 二蹲 然後彈簧腿 拉你的臀部 拉你的腿 然後站起來放鬆 嚇到甩幾次 剛剛動作好困難 六次 好 六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一拍 休息一下 二 二 三 四 要拉肌肉 拉肌肉 七 八 三 二 七 五 其實我是北儀學 耽誤著田徑選手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要 twisting 要扭轉 扭轉 因為為什麼內臟都在肚子 所以要扭轉 要扭轉內臟 第一個 前衝 要用腰的力量打出去 錯邊 就這樣喔 對一 然後二 這邊要擰嘛 三 掌心 然後換手 左前衝 左前衝 右前衝 右前衝 掌心 來 一 二 掌心 要不要喊 撒 撒 不用喔 三 二 四 二 五 二 凝轉 六 怎麼 等一下 我們好像不是很那個喔 七 沒有氣勢 八 二 打十下 九 二 十 二 好 這個是凝轉 凝轉 twisting 所以一直要打扭你的腰 腹腔的肌肉多動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運動 其實像老師講的喔 不管我們是降血壓 血糖 血脂 其實運動真的都很有效啦 都很有效 其實真的要讓我們大家多練練這些動作 讓我們去看我們的三高啦 你 加入健康2.0 賴好友了沒 快掃QR Call 迷在線 讓你健康在線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